好,上一节课我们讲了合谓设计,就是带着大家通过关于ManuX和Unix设计哲学的一本书,通过几个原则给大家了解一下什么是设计,就通过那几个原则大家应该能理解其中的一些道理,那我们这一节就正式开始讲五大设计原则,五大设计原则应该是设计模式的一个基础,如果这个不了解的话,你直接去学设计模式,那基本上就是等于没有交东西直接验下去,不好消化。 OK,那我们就结合之前讲合谓设计里面的几个设计的准则,我们看一下我们这次的五大设计原则,和之前的其实有一点像不像像的关系,一共五个我们全都列出来,正好是五个字母,就是Solid,Solid这个当然它不是个单词,它正好能拼成一个单词,如果你的CSS比较熟的话,Solid应该一下子就能听出来,它是一个直线的意思是吧,那正好是帮助我们好记吧,不过这不是一个单词,这是五个单词的首字母简写拼起来的,我们按着看一下, 第一个S是Single的意思,单一值的原则,意思就是说,我们做什么事都要去把它分开,一块管一块,一块管一块,对吧,这个我们接下来会详细的讲,这只是简单提一下,跟上一节讲的那个,一个准则很相似,第二个就是O,O的意思就是Open,讲全来就是Open,Close,Open,Close就是开放封闭原则,它意思是说对扩展开放,对修改封闭, 这个原则特别特别重要,这个我们会在下面展开来讲,包括我们在接下来讲各个设计模式的时候,我们讲完每个设计模式,也都会来一个原则验证,就是它是不是符合这几个设计原则,L,就是理事置换原则,L是一个叫Liskaw的一个,Liskaw是一个人名,就是理事嘛,一看就是一个人名,对吧,应该是他提出来的, 这个意思就是说,所有的负类能出现的地方,子类全部都能出现,当然这个在GS中用的不是特别多,第四个是I,I就是Interface,就是接口,接口独立原则,这个意思其实跟这个单一值的原则差不多,只不过呢,它是完全对应到接口用来,因为接口是在明显对象中特别重要的一个概念,但是很遗憾我们GS中或者GS6中,没有单独有这个接口,所以说这块用的也不是特别多,D是依赖导致原则,依赖导致原则就是说, 我们编程要依赖于抽象,依赖于接口,而不是依赖于具体的实现,其实这个L,I和D这几个,在GS中体现的都不是那么厉害,因为GS的语法限制,因为它不像Jawa似的,是那么具有完备明显对象语法的一个语言,但是大家要理解它的意思,像这个S和O,这两个就体现比较多了,好,接下来我们就展开详详讲一下,单一值的原则,就是一个程序只做好一件事,然后如果工程 过于复杂呢,就是拆分开,每个部分保持独立,这个其实跟我们之前讲的那个,合围设计里面,那本书里面讲的,让程序作为过滤器,每个程序只做一件事情,以及小即是每,这一些都是一个道理,对吧,都是说的,我们设计系统的时候,要每个部分保持独立, 各个部分,各个部分之间呢,要是一种相互关联的关系,相互利用的关系,而不是说我们 作为一个混合的一个大尔全Farm的东西,我们要做成一个一个一个的小儿竞的东西 第二个是开放封闭原则,对扩展开放,对修改封闭,什么意思呢,大家这些话一定要记住哈,开放封闭原则这个很好记,但是这个开放封闭 什么意思,大家要记住,对扩展开放,对修改封闭 就是说,如果我们这个系统现在已经有了,对吧,已经有了,它是依照于某一个设计原则设计的 这个时候我们的系统是需求需要增加的,对吧,需要增加需求 所有的系统,我们所有的网页,所有的APP,所有的网站都需要增加需求,对吧 这个是不可避免的,要不然我们这些程序员就马上失业 好,增加需求的时候呢,我们要求是尽量能扩展新代码,而非修改已有代码 大家按照这个要求来看一下,你之前自己工作中,或者说 学习,或者说业余的一些开发,是不是都是这样 是不是一改新需求,或者一来新需求,你就把以前代码都改一遍 而不是说,我要重新扩展新的东西来满足,之前代码不用动 这个呢,是软件设计的一个终极目标 这个当然讲的比较大,讲的比较泛泛,就是没有什么具体的东西 但是呢,它确实是抽象的很合理,就是说它讲的这个意思是很合理 是这个意思的,就是对扩展开放,对修改封闭 增加需求时,扩展新代码,而非修改已有代码 为什么要这么干呢,大家想一下,我们举个例子来说 当然我说的这个例子,不是涵盖了所有的,只是能有一部分去体现 我所说的这个所谓的所有的,咱们后面会根据每个设计模式中 就通过一个一个的例子来体验出来,我这先简单说一下,比如说 你如果是在增加需求的时候,每次都修改已有代码 不是扩展新代码,它会带来两个问题 当然不止两个问题,我这先说一下两个问题 第一个,已有代码,如果你改了,是不是你测试啊 如果是已有代码全改的话,这样的话我们的系统 改完一个新需求,重新把系统全部回归一边,对吧 这样的成本是非常非常高的 这样也是对整个开发流程以及测试人员一个很大的压力 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多人开发,这个是避免不了的,对吧 如果是扩展新代码的话,多人开发,对吧 我扩展过的代码,你扩展你的代码,那我们开发到很合起 谁也不碰谁呢,对吧 即便是先后用到之后,我们定好接口之后就可以做了 就是我们的冲动会非常小 但是如果是我们要修改已有代码的话 对吧,我做的这个需求修改已有代码 你做的需求也修改已有代码 那我们两个人是不是很容易就改冲突了 对吧,这是很容易的事情 因为一个需求可能在一块代码中都用到 这个是很正常的事情 对吧,这样的话就会搞冲突 搞冲突的话,你如果是两个人拉码的分支 然后分支一合并,完了 那你一冲突 一冲突之后你调吧 你调半天的调不好 所以说这个原则 我们多花一点时间多讲两句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 也是一个终极目标 也是这款原则 子类能够覆盖负类 负类能出现的地方 子类就能出现 GS中使用较少 大家想一下这个道理啊 虽然说GS中使用较少 因为GS是弱类型的 没有强类型 另外呢,继承使用也是比较少的 虽然说我们之前举过一个react里面的 继承react组件的一个例子 但是在我们实际开发中 这个集成使用不是那么多 它不像渣瓦里面 基本上你所有的开发都会遇到集成 或者说接口啊 接口的实现啊 重写重载这种情况 GS中用的场景 相比于渣瓦来说不是那么多 对吧 另外最重要的就是它是弱类型 渣瓦中它是强类型的 什么类型就是什么类型 它不能用light或者var之类的定义 大家想象这个道理啊 就是说我们定义好负类之后 子类集成负类 子类集成负类 按理说子类应该完全能够覆盖负类所有的东西 比如说如果负类定义了一个类 里面有abc三个方法 但是你的子类集成负类之后 那你个c方法用不着 或者说没实现 那这不是坑人吗 对吧 所以说子类能够覆盖负类 负类出现的地方子类就能出现 这是一个最基本的要求 如果这个要求满足不了的话 那这个坑就会非常多了 所以说这个道理大家要明白 好 接口独立原则 保持接口独立 单种独立避免出现泡接口 就是说还是跟那个之前说的那种 分离方式一样 我们做接口的时候 包括我们GS中写函数定义api的时候 也是要尽量要分开 单个是单个的 保持独立 不要出现这种一个接口 或者说一个函数 能把所有的事都揽过来这种情况 这种情况尽量不要出现 也不是说百分之百都不能出现 因为我们接下来要讲一个外观模式 外观模式它就是违反了这种原则 但是它很好用 所以说这个地方要慎重使用 就是尽量不要出现这种烫接口 但是说不是百分之百的不能出现 接通是没有接口的 另外一个也是因为它是弱类型的 不是强类型的 所以说这个地方用的也比较少 但是这个意思大家应该是明白的 对吧 类似于单一则的原则 但是正关注于接口 就是更具象一些 这个单一则的原则呢 它就是更抽象一些 就是说了一个更大的一个道理 这儿呢 就是说了一个更小的一个具体的一个问题 好 接下来是一代导致的原则 面向接口变成 依赖于抽象 而不依赖于具体 使用方只关注接口 而不关注具体的类的实现 接的中使用较少 没有接口也是弱类型 都是因为这两个原因 对吧 因为GS包括S6 它本质上还是一个 没有完备的面向对象 特性的一个语言 但是这个意思啊 我说这个意思 一代导致的原则 就是说 如果是你和别人共同开发 然后你要依赖于别人的一个接口 或者一个功能 这个时候你没必要知道 它是怎么实现的 对不对 就是不依赖于具体 所以它只要给你定义好了 输入和输出 或者说它把UML类图画给你 你看没有问题 这就行了 对吧 这就是说 面向接口变成 只关注于这个接口 而不是关注于具体的实现 这个地方也可以叫 面向抽象变成 不是面向具象变成 都是一个意思 就是说 我们接口或者说UML类图 定义所有的事情 就是合作方开发合作的时候 内部的实现 我不用管 你按怎么实现怎么实现 对吧 当然你得保证性的 不能说很慢 导致我这卡死了 具体的你怎么实现 我是不管的 我只需要关心 我们定义好的东西 我只需要关心接口就行了 我们总结一下 就是S和O S和O就是这个单一制的原则 和开发分布原则 体验就多 我们下面会详细介绍一下 然后这个LID 就是理事真话原则 气候独立原则 和这个依赖刀资源 体验比较少 主要原因还是在于 这个前端的应用场景 以及GS的语法的一些限制 但是呢 你要了解其用意 因为这个是学习设计原则的 一个目的 另外我想讲一下 在这补充一点 就是说 你到这儿可能会以为说 老师你怎么讲 这个设计原则啊 你怎么讲的不全啊 你看连网上写的那些教程 五个设计原则 都会讲的很全 这个地方我想说就是 设计原则 按理说 你如果想学设计原则的话 设计原则 或者说设计模式 也可以写成很厚的一本书 但它基本上都是 通过渣化来讲的 就是如果说 我这个课程是 单纯就是讲 设计原则设计模式的 那我肯定要用渣化来讲 就像 我如果单纯出一个 讲算法 讲数据结构的 那我肯定是用 C语言来讲的 但是我们这个地方的 课程的一个方向设计 它就是前端设计模式 或者说前端GS设计模式 或者前端设计模式 它方向已经定死了 这样的话 我们就不能按照 之前那种 讲渣化的方式 来去讲设计原则 或者设计模式 对吧 那我们还是得 结合真正的应用场景 对吧 学了之后就得用 如果是你为了 讲设计模式 而讲设计模式 把渣化那套 生搬运套过来 那这样的话 就有点削足势理 就有点为了讲而讲 按照渣化那种方式 硬讲起来 到时候你又用不到 用不到之后 你又会感觉了解的 不是很深 对吧 所以说我们干脆 就分优先集 什么地方多 什么地方少 我就干脆跟你说出来 对吧 多的地方你就好好了解 少的地方呢 你就大概的知道 它的用意 别人问起来 或者和别人聊起来 你知道这么回事 包括你在自己做 以后做设计的时候呢 也会通过这种 自己的了解 来注意一些东西 来给自己的设计 做一个知道的思想 我觉得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我们一定要 贴合前端 或者GS的这个 语法特性 和实用场景来说 好 我们就用一个 最常见的一个 Promise来说一下 这个S和O S就是单一值的原则 O就是看法风的原则 这个代码 我们用了很多次了 我们看一下 它就是一个 录的image 就是一个加载图片的 一个一部 然后定义了一个 Promise Promise 然后加载图片 完了之后 Result或者Delta 我们定义一个图片地址 然后去访问 这个返回一个Promise 对吧 然后看这 Promise里面 大家不用关心 这个Z里面 是什么东西 我只是打印了 这个宽和高 以及不货了异常 Promise的结果 DelZ 一个东西 对吧 然后又DelZ 一个东西 然后DelCash 一个东西 这样的话 我们就反映出一个问题 就是单一值的原则 在这怎么体现的呢 就是我们每一个Z 只做一件事 如果是我们想做第三件事 我们就再加一个Z 而不是说我们在第二个Z 或者第一个Z 里面去把第一件事做了 好 第二个呢 就是开放核本原则 如果我们有需求进来 我们这两个Z的东西 基本上可以不用动 如果有了新的需求 我们只需要去加第三个Z 就可以了 对吧 当然我这儿只是 通过这几个Z函数 来进行拆分 真正实际体现的话 你还可以通过猫儿化 把各个逻辑 拆分到不同的文件中 这样的话 那就更加的直观 更加的独立 是吧 大家想一下 是不是这个道理 你如果是不用 这个点Z点Z的形式 你如果还是用那种 这块的那种 阿甲克斯的那种 callback的形式 所有的东西都混在一块 那这样的话 那你就不太符合 这个S和O了 是不是 总结一下 单一则的原则就是S 每个Z中的逻辑 只做好一件事 是吧 然后开放核本原则呢 就是如果有新需求 我们扩展Z 而不是修改之前的 这就是对扩展开放 对修改封闭 好 就是这个意思 接下来我们把代码 给大家演示一下 虽然说很简单 但是我们花几分钟 写一遍吧 对修改封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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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修改封闭